夏天养兰花有三季 第一季就是过度浇水 导致长时间积水 闷根 烂根 因为气温太热 第二季就是养护环境不通风 闷热就会出现叶片 斑点 胶尖等等各种问题 第三季就是不提前预防 防虫 防病 防虫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小白颗粒 直接撒在花盆的表面 两个月一次 就可以让花盆里面的虫子一锅端 虫子减少了 根系不损伤了 那么你的兰花就不容易出现烂根 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知道了吗